大家好 我是杨玛丽 我是杨玛丽老公 有很多朋友都是特别好奇说 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为什么能看上我老公 为什么我老公能看上我 你们都这么好奇呢 今天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两个谈恋爱的过世吧 之前呢 我在老公的时候 是在一个中国超市上班 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老公的哥哥 还有我们家的表哥嘛 他俩那个时候是在老我 表哥呢 又他说是他去旅游 然后哥哥的就是表哥叫他过去 就是杨玛丽那边找老婆嘛 然后我是在超市上班 他俩正常来超市买东西的 发现我会说普通话 然后也带我去给他俩发音了几次 后来呢就是熟悉了一点嘛 然后表哥就 把我老公介绍给我 我第一次看到他胖嘟嘟的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那个什么喜欢 但也没有讨厌他 但是我觉得 就聊聊做个朋友嘛 如果说以后看不上我 或者我看不上他 也可以做朋友 所以就和他一起加个微信 然后我老公平时荒芽少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就喜欢他了 老公 那你第一次加我的微信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的 啊 没啥感觉我我记得当时加上就给你发了一张照片 让你过去你看了一下 对啊 那然后我的照片你看过了没 我看了 我还没加的时候 表哥就给我发过来让你看一下 看能看上吗 表哥问我能看上吗 我说还行 说那你觉得行的就 然后不想加个 留留点方式你们自己聊吧 然后那天晚上不是就加了 哈哈 我哥说第二天 然后说你又给我发视频 让我准备一下 就说看家里了 我说行 哈哈 但第二天 从早上一直到下午 然后都没有发嘛 我没给你发 哈哈哈 你还等了一天哦 我没等 那天我正好忙着了 那天我已经给哥哥开始收拾房子 装收房子 嗯 我说那之前哥哥说都快谈成了吗 然后看家里了 嗯 然后我回来给哥哥装修房子了 那天忙了一天也没理 你然后 一直到下午了哥哥打电话 我发视频 我说还没有 然后哥哥赶紧发人家都等了一天了 哈哈哈 我说行 然后那天晚上就硬着头皮给你发了个 视频了 哈哈哈 那你第一次看到我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那和作片上一样 有没有一场感觉 没啥感觉啊 哈哈哈 就是我也不知道是 我怎么能看上他的 就是一一开始看到他那个胖嘟嘟的 我也没有讨厌 但也不喜欢 后来就是加运气之后 慢慢的聊天啥的 然后就感觉他的人品特别好 最后呢表哥去你家谈了 好像说车里有点贵 是不是 那是表哥觉得贵啊 我跟你说你没说贵啊 他这不表哥给我说要贵了 你妈把车里要贵了 然后说他去你家和你妈谈 最后也没谈下来 哈哈哈 又了三万还是三万 哈哈哈 那个时候表哥去我妹家 意思也是想出给我妈谈他这个彩礼 但不过我妈也不会说这边都是我跟表哥说 然后我也听听听明白说 表哥感觉这个彩礼有点高 想叫低一点嘛 呃 然后我说我妈就想要这么多 如果说你觉得多的话就是算了吧 然后 我要跟你说了 你说 你没有说贵 你说行 你就这样说对吧 然后我觉得我去嫁给你 你说行就行了 那表也不是嫁给表哥 然后我就 没有都 我没有说什么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平行就是早上 我出哥教的时候呢 就是 你叫我叫你起床 早上对吧 然后早上 七点那个时候 我就打一个电话叫你起床 晚上我上班之后 就是 打一下电话聊三天 我就睡觉 我就睡觉了 就是我聊了一个月 啊 就这样聊了一个月 然后后来表哥他两个人在那没 然后直接就正常抄袭这个事情 就把这个彩礼说的也差不多了 然后后来就是 呃 你就是我跟你说 除一个楼 时候要有很多证件很麻烦的 如果你觉得不麻烦的话 我也同意叫你 然后我没想到 才几天呢 又出办证件了 对吧 你就出办证件了 嗯 因为哥哥他不是也要办吗 我那段时间刚好请假在家里 哦 然后我就去 不不不不 跑跑跑这些东西了 一开始确实挺麻烦 特别是办证 你如果你之前一点啥都不懂 你自己去办的话太麻烦了 你根本摸不着萌到这些 你在网上查也查不到 最后是玛丽在那边找了一个人 然后他之前我在那边有一个表哥嘛 他他他要懂这个 说嫁了什么要什么证件 然后我就我就给你大概说了一下 然后你直接出办了 对吧 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给我办了 我以为你看一下一看证件这么多 然后你就算了 不验我了 你还把证件办好了 那拜证件也花了一个月啊 对啊 但是开头那个时候 我没想到你要这么快去办证件 所以他有一点感动的 他觉得啊 你这个人真的好认真 可是专门请了一个月 一个月嫁回来办的 后来把证件办好了之后 我也是觉得咱们能够谈的时间 比较要短嘛 然后他比较要感觉很 很就是很主动 就把证件办好啥的 我也害怕万一他过来看到我 他看不像我的话 就浪费他的时间 还浪费他就是花钱办证嘛 然后我跟他说 如果他来到了我看不像我的话 就是我可以再帮他当放夜 再给他找找 不要他空手回家对吧 家里人还有朋友都知道 他要出了我处媳妇了 后来如果一个人回来的话 太尴尬了 我还给他这样说 当时他也说行 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家的时候 你看到我 你看上我还是看不上 还行 你能入的了眼 是不是你觉得从前找太麻烦了 就伺服伺服吧 对吧 伺服伺服过吧 都已经过去了还能早点 他虽然口中说你过去看不上了 我了我给你另找一个 那咋可能吗 是不是 那我也说是真的 真的看不像 我也可以给你找 但是你后来你说你看上我的话 我也不帮你找 哈哈哈 我老公来到我家第一天 就是他也没有看不上我 然后他就是请假嘛 没有辞职工作 第二天我们就出外上办证件了 然后在老婆那边 办所有的证件是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呢 我的证件下来了 我就跟他我老公回中国了 我老公在老婆呢 也是待的时间很短 老婆也没有学会 我我也会说 我去和你妈就没说过话 那你不会说 我妈也能理解 到时候你不会说对吧 当时不是那你扯理吗 当时你你妈要了三万 他最后表哥不是还到你家 你专门谈起来 好像没谈好是不是 哦表哥谈的时候呢 我妈也是不同意低下来 但是我妹办完证件之后呢 你手上也没有多少钱了吗 然后最后要回家 你再给我爸彩礼 你说你钱不过了 就给两万 一万等以后再给我 我妈也没有说什么 我妈说行 然后你就给了两万 一万到现在还没有给 我妈也没有缺 也没有要的 那回来到家办还你的时候 我记得你也没有钱 借表哥了三万来办还你 对吧 那不够了 不够 所以爸爸婚礼之后 就是把那个领钱 领钱还给表哥 然后你手上也没有钱了 我要嫁给我老公 之前我老公也跟我说了 他也是一个农村小伙 然后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 没车没房 要求我的钱 是要借老板的 记得那个时候 你在那个飞机场 然后我打电话给你 你在那里再等 再等要坐飞机 然后你说你手上 就是没有几个钱了 那时候我还有点可能 你说都要坐飞机来老窝了 手上都没有几个钱 那机票还是哥哥给我买的 对啊 现在呢 还是没有选择错 嫁了给你 虽然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 但是 我这个婆家特别好 不只说我东方婆婆 这是我 婆家的亲亲朋友 对我这个外国食物 特别欢迎 特别喜欢的 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 然后我老公呀 也是对我特别好 虽然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有一个真心爱我的心 我接顾了 虽然到时我过去之前 玛丽给我说 过去了 如果我看不上她 她给我另介绍一个 但在我 在我的想法 这就是 就是一句玩笑话 因为之前也谈了 也谈了快两个月了 你说过去 看不上人家 往往找一个 那不可能吗 是不是 所以如果再走一个 过去我花多少精力 是不是 我这都办好了 过去 因为比完 就好了 所以我 我从一过 过去开始 就是打算 不 不管和视频里 或者 发的相片里 人一不一样 但 都 都肯定要办的 是不是 不可能说过去了 再换一个 没那么 没那么多时间 也没那么 给你 给你 再看着我 当时眼光也没有错 他娶回来中国三年 你看现在也有两个小孩了 日子 之前也没有车 现在他也给我买车了 现在日子反正比之前 肯定好多了 之前 我 上班时的年 一封钱没载下 但现在 多说说说 还有一点痛快 没有个车了 是不是 相信我们后面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 很多人都想知道 我们的DIY经过 但其实我们的DIY经过 很简单 就是网留了两个月 然后直接就崩陷了 直接就把他带回中国了 对 今天的视频就 分享到这了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谢谢 点赞和关注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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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